忍一时 得寸进尺 退一步 变本加厉 玩笑别太过 要不都是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龙 李小龙的那个小龙 前面几期视频有许多粉丝让我做一期关于新视野号出发冬子的视频 就是这个头像的旅游短视频创作者 大家可能说我怎么弄个他账号上的头像过来了 我想说这哥们实在太低调了 我在网上以及他自己的视频里翻看了许久许久 就找到了这一张他本人的照片 后来我发现他两千多条视频 本人露脸的太少太少了 几乎没有正脸 作为一个百万粉丝级别的大咖 我只能说 蹦沙卡拉卡 蹦沙卡拉卡 好的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首先看一下冬子在习惯视频平台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2018条视频 拥有粉丝111万 优质旅游领域创作者 这哥们的视频虽然说很少露脸 但是看着也挺有意思的 语言幽默 爱健身 活得自在 潇洒 所以慢慢累积了100多万的忠实观众 也是很厉害 每天都被催更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截图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的冬子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126万 然后我们拿126万除以10 大概就能得出冬子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12万左右 冬子的视频属于旅游原创作品 再加上他是西瓜视频独家签约的视频作者 所以说他的视频1万次播放的价格应该是在70到100之间 今天我们取一个中间值80来推算一下冬子的收入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12万的播放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8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应该是在1000元左右 熟悉冬子的朋友应该知道啊 他固定每天更新两条视频一个月稳定更新6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1000乘以60就能得出冬子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6万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48,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48,000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冬子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 大概是57万多一点 然后再扣掉油钱乱七八糟的开销 一年应该能剩下个二三十万啊 比普通上班族要强很多呀 关键还满世界跑着玩 也算是一个人生赢家了 以上的数据只是推算啊 大家大概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视频的最后 我们希望冬子在以后的旅途中注意安全 长期开车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也祝冬子的自媒体这块越做越好 心想事成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